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呢除了外在衣服的搭板 还有什么也很重要 我觉得要会聊天 对 没错 为什么呢 为什么日本人喜欢聊 日本小姐姐蛮喜欢聊天 如果不聊天 日本牛娘事业不会这么的拐阔 全不是失业 台湾做不起来 就是因为台湾男生都会跟女生聊天 就爱开港啊 早安午安 早安午安 吃了吗睡了吗 对对对 可是 日本男生基本上不太聊天 所以他们为什么 这种娱乐产业会比较发达 就是主要你要逗女生开心 因为日本女生啊 他们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可是呢 一般日本男生不喜欢聊天 所以他们在追你的时候 各位 如果你有日本男友 现在一定心有齐齐焉 开始追是不是很爱聊 对 后来都不爱聊 对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他们有时候来台湾看 就会 就是男女朋友在逛夜市啊 提东西啊 瞎聊啊 感觉就很开心 然后穿得破破烂烂 啊不是 穿得普普通通的 嗯 然后他们不能理解说 为什么台湾男生可以穿拖鞋束呢 这不是挺正常吗 在日本是毫不正常的 真的喔 对 我有一次喔 去日本的 在日本的时候啊 我就想说 我穿个拖鞋去便利商店买包 一眼好了 嗯 被你有 有严重警告 严重警告 你不可以穿这个出去 不好看 跟螺蹄一样吗 她说 Yami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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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拿一个小袜子给你 穿袜子 然后穿球鞋出 天啊 我想说 我去楼下买一包粉 为什么要吃吗 所以第二个 日本女生就是喜欢人家跟她聊天 那台湾男生这部分做得非常的到位 没错 舔斗舔得非常好 我们都要给她一个赞 哈哈哈哈 好可怜喔 那你就要说 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跟日本女生聊一聊 她都不会理我吗 所以要保持三次原则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还聊不起来 这女生就不喜欢你 你就要往上一步去做 上一步是什么 穿着 对 颜值不够 衣着来臭 哈哈哈哈 有压运耶 懂啊 你那你要穿个Beserge 那看起来就是 万华伯伯们看齐 真的 蒙甲少年看齐 四少人天驱 八家庄的穿着品位 其实在日本是有一定水准的 幽默喔 对吗 它有一个流派就是穿着那样 哦 不是一般人敢穿嘛 确实是 对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种 在日本街头会不会看到一种很像 骚包大叔 骚包大叔 这很骚啊 这声音 身上都 这种外 我们都50了 为什么敢穿这种衬衫 我刚刚穿女装大叔 那不一样 那是变态 天天一起戴 大部分人都还是穿的很普通 对 可是你要仔细看喔 都是有牌子的东西 嗯 他们绝对不会乱穿 最起码都是 是人佛罗湾的POLO3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就是日本女生喜欢聊天 所以我们就要从 外在OK了 日本女生也愿意跟你聊天了 那我们要怎么 逗日本女生开心呢 第一个我要先讲 日本其实跟日本韩国 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们还有大男人主义这件事情 哦 所以他们很多女生是不敢做决定的 因为他怕 所以日本男生其实都还蛮 你说好的话是强势啊 说不好就是窒息啊 嗯 他们比较不会去问女生 想要吃什么喝什么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埋怨 台湾男生说 你每天都问我吃什么喝什么 你都没有一点主见吗 哈哈哈哈 毕竟吃饭啊 哈哈哈哈哈哈 家派 家派 没有就只是问你要吃什么 因为台湾男生怕什么 女生碎碎念 对啊 哎呦好久没有吃烤肉了 好久没有吃寿司 所以呢 你还是要有一点 也不是大男人主义 就是要比较诚势一点点 走 回家 走 去哪里 走 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安心喔 我的男人好厉害 又帅又会穿衣服又厉害 哎呦 又可以把家里弄得好好的 那所以日本女生啊 他们就是比较小女人一点 所以啊 你如果现在跟日本女生交往的人 或者是想要跟日本女生交往的人 就是你要稍微温柔一点 然后温柔中带着强势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的概念 对别人都很霸道 对你最后 哦 这可以吗 可以 这个小说情节OK吗 这个小说情节大家都很喜欢 什么问题 对别人都很凶 对 上班凶得不得了 在家里就听你话 对错 有吗 哎呦 这很棒 看你跟他 哈哈哈哈 台湾男生真的太辛苦了 想一个有趣的 之前跟日本女友住的时候 日本女友他们会很担心你生气 呵呵呵 一担心你生气 日本女生就会默默的 比较疏远你 我要说的例子不是这件事 而是有一天我在收垃圾 嗯 收垃圾 不是丑吗 那种是粪泪 然后 轻轻轰轰轰轰轰 那我个人又是比较急躁的那种 嗯 譬如说 可能是比较随便嘛 那宝特瓶拿水就一扭 然后就 用甩的丢进去 然后就很大声嘛 日本女友躲在墙角喔 躲在墙角 像乔巴一样这样偷看 就偷看 他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就这样拿着 没有啊 有 然后铝罐你知道那种草莫只用折 他说你是不是生气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声 嗯 因为这样子比较大力啊 他说我好害怕 他会把自己想象成那个铝罐 他说没有他会不是 他会想象是 他不是什么 我们哪里做不好让你不高兴了 然后你又不敢凶他 所以你只能凶这些平平感 然后呢 吃东西的时候啊 我们是吃吃喝喝嘛 有几个动作是不能做的 比如说什么 他才看 吃饭的时候不可以跟日本女生做什么动作 大力放餐具 对 就比如说我们吃一吃 嗯 饭吃一吃 不能这样放着 然后筷子用叠倒 轻 这样很大声 他会怕 第二个就是喝东西喝一喝 然后就这样子 很大声 他也会吓跳 你只要这样做一件事情 马上回来就是一句话 是不是生气了 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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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女生你试试看 台湾女生你筷子大声一点 收垃圾大声一点 你是不是不想做 哈哈哈 你是不是不开心 你不许不高兴 你讲啊 我哪里有到你了 哈哈哈 很凶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日本女生就是会怕 人类以前的那种观念还是 传统教育之类 只是没有那么传统的 但是还是有 可能男生如果怎么样 一定是他有问题 他会怕是因为他的问题 所以会导致男朋友不高兴 绝对吗 台湾男生就是 大声点的 哈哈哈 台湾女生真的很凶耶 你要我做出什么样的评价 什么意思 我应该说什么好呢 去找一个入罪的 哈哈哈 所以呢 第一个 你一定穿着打扮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偶像雷一点 绝对要偶像雷 对 那要是要烧货呢 还是要随便 反正就是一定要打货 对 然后呢 日本女生对台湾男生的评价 跟他国外男生的评价 都是我们都不太打扮这件事 确实是 对啊 那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反正赚钱就是去买衣服 我讲一个小例子 就是一定要积极告白 因为有的女生可能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日本女生还是会怕 虽然日本女生比台湾女生主动非常多 你基本上有时候坐在那边会有女朋友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他会很想要接近你 日本女生就是一个绝对子 就是如果他喜欢你 一定会常常跟你聊天 找你干嘛之类的 不喜欢你 你就是个空气 所以呢 这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有你做告白 日本女生如果常常跟你讲话的 跟你有化疗超过两次或三次 基本上他对你是很有兴趣的 他对你没兴趣 不会跟你说话 没错 电梯商店不算 电梯商店 电梯商店 一向眼摊阿嬷也不算 他很喜欢烫我隐私 每天都买什么阿嬷 一直问耶 真的喔 你最近好吗 有交心理友了吗 然后如果你说没有阿嬷就垫你一顿 我们日本女生是哪里不好的 阿嬷很兇 天啊 好了就分享给大家了喔 那我们最近也是称称上涨 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的好音乐 没错 所以我们每次结束要说什么 这个话你好自重 请大家订阅按赞小铃铛 订阅按赞小铃铛 我最近又称称上涨 然后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 大家拜拜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 加油 拜拜 赶快去告白 小铃铛